鞋子挤脚 这两种并发症会导致伤口愈合不理想和节肢的威胁 糖尿病患者如下肢出现伤口 不论伤口大小均应及时到医院治疗 否则伤口容易和病感染难以愈合 严重者甚至威胁生命 鞋头太紧影响大脚骨 大脚骨很容易使踝关节腹中面发生改变 从而引起关节炎 长时间会导致膝关节受陷 影响足部运动功能 影响食欲 由于脚上汇集着六条筋脉 直接影响内脏器官的神经反应 当斜击脚时足部血液循环受阻 摄食中枢供血不足 你会感到胃口不好食欲下降 如果你发现自己胃口不好 最好检查一下自己脚上的鞋子是否合适 平时也可以多喝山楂肝 有卡 糖尿病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我们身边可能就有人有糖尿病 其实如果想要控制血糖可以通过合理的运动 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几个在家就可以做的控制血糖的动作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可以练一练蹲马步 蹲马步应该都会 将双脚分开与肩膀一样宽 两个手在胸前交叉 然后慢慢的弯曲双腿 直到像坐着一样 然后再站起来反复的做30到50次 二可以坐在床上双脚分开伸直 然后上半身慢慢的先向右侧弯曲 两个手一起触摸右脚尖 然后还原再触摸左脚尖 也是反复做这个动作做30到50次 三趴在床上双腿伸直 两个手放在身体两侧 然后双腿向上抬起 两个手臂也跟着向上抬起 抬起头保持三秒 然后回到圆里 反复做这个动作30到50次 四做一做侧抬腿 先是左脚保持站立 然后慢慢的抬起右腿 要伸直抬到不能再抬的位置 然后回到圆位再换左腿 每侧都做30到50次 那为了我们的健康身体 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多做一做这四个小动作吧 简单又方便 抬起头 将一只手的大拇指第一个横纹 对准另一个手的虎口处 然后向下按 那拇指指尖按到的位置就是合骨穴了 找到穴位用大拇指向食指的方向用力的按摩 按揉2到3分钟就行 那经常按摩合骨穴呢 可以缓解大肠的经脉 能够及时排出肠道的毒素 对防止胃病也很有效 2天书穴 天书穴在肚脐左右三个手指宽的位置 那这个穴位呢 与肠胃紧密联系 所以啊既能止线又能通便 那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在睡觉前 用食指顺时针和逆时针按揉一分钟 那长期按摩可以保护肠道的健康 清除肠道内的素变 3取齿穴 取齿穴呢与我们的心肾代谢关系密切 在手臂横纹尽头的凹陷处 按压时会感到疼痛 那一般按这个穴位采取的是按压方式 一压一松左右交替按三分钟 那经常按压这个穴位 可以帮助我们在闲暇的时候排毒减压 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食材 但是啊我们都知道 土豆如果放久了就会发芽 那么发芽的土豆呢是不能吃的 即使是把发芽的部分弄掉也是不行的 这是因为啊普通的土豆 外皮啊会有一点的龙葵素 但是含量非常低 那我们平时都是削了皮吃的 所以一般不会使人中毒 但是如果土豆变绿 或者是发芽之后 龙葵素的含量呢就会增加 吃了之后呢就可能引起发热 抽搐中毒 而且啊龙葵素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物质 即使呢你烹饪它也是无法破坏的 那么除了发芽发绿的土豆不能吃 表皮有黑色斑点儿 闻起来有酒精气味的土豆 有苦涩味吃进嘴里有发麻感觉的也不能吃 还有啊买土豆的时候要注意孔参的土豆 硬硬的土豆不掉皮的土豆最好啊不用买 因为啊这有可能是老土豆翻新过的 那么平时如何防止土豆发绿发芽呢 今天呢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两种小方法 第一把土豆呢和保鲜袋放在冰箱里 如果想要土豆放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就可以啊把表面干燥的土豆用保鲜袋密封 然后放进冰箱里能有效的延缓毒素的产生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土豆和香蕉或者是苹果放在一起 因为苹果和香蕉会散发出一种乙气的气体 这种气体啊能够减缓土豆发芽发绿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土豆的做法你们都知道哪些 欢迎大家呢在下面留言哦 肾开窍于耳也就是说呀耳鸣大多与肾虚有关 现在不止老年人会出现耳鸣的情况 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应该怎样防止耳鸣呢 今天木子就给大家呢推荐一种方法 对于耳聋耳鸣听力下降呢 其实按摩耳周的血位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么当我们用力张开嘴时耳朵的前面会出现一个龙起的地方 在这个龙起的后面呢有一个纵向的凹陷 在这个凹陷的地方从上到下有三个血位 分别呢是耳门听功听慧 那这三个血位对治疗耳鸣非常的擅长 因为这三个血位是紧挨着的 所以按摩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可以用食指上下的来回搓就可以了 那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做 没有时间的限制 那经常按摩这三个血位可以活血化欲疏通经脉 所以对缓解耳鸣以及老年人听力下降都很有好处 如果正在受耳鸣困扰的朋友 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肩膀酸痛 脖子僵硬 肩膀隐隐的发冷 那胳膊抬起来很困难就要注意了 可能是肩颈出现了问题 那这是因为我们的肩颈是大脑的总开关 向上流出到头部和面部的血液都要经过我们的脖子 如果我们的肩颈气血不通畅的话 很多疾病就会找上来来 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拿三个小动作可以自测肩颈是不是健康 第一个动作可以用手摸一摸对侧的耳朵 就是将一只手绕过后脑勺然后去触摸对侧的耳朵 像这样如果能够完成这个动作 说明肩关节向前活动没有受到限制 第二个动作就是向一侧举手 像这样将胳膊由一侧举起来一直举到正上方 如果能完成这个动作说明肩关节外展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个动作就是向后背手 将一只手向后要够到脊柱的正中 像这样如果能完成这个动作说明肩关节旋后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能顺利的完成这三个动作就要当心肩颈疾病了 还会赶紧试一试早发现早预防哦 现在减肥的方法越来越多了 但是减肥要选择一些安全的 那穴位减肥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相对安全的方法 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两个手上的减肥穴位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首先啊是手背中间的这个位置 大约呢是直径为三厘米左右 那这个地方属于胸腹区 我们可以在吃饭之前用刮砂板刮饰这个区域三到五分钟 那因为刮饰这个穴位啊能够使肠胃功能减弱 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食指下面到大拇指指根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是脾胃大肠区 也是啊在饭前用刮砂板刮饰三到五分钟 同样能够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如果刺激不到胃 反而呢会促进肠胃功能导致食欲旺盛 所以啊只要大家拿方法用对了 就可以啊达到减肥瘦身的效果 那小减肥的不妨试一试吧 每个人呢到老的时候都会长 但是啊现在有很多人年纪轻轻的也长了很多的白头发 那么应该怎么防治白头发呢 今天木子啊就给大家呢推荐一个对防治白头发很有效的学位 我说的这个学位就是腐白学 找腐白学的时候要先找到天充学和顽骨学 腐白学就在这两个学位弧线的三分之一处 用大拇指按住腐白学 然后用力的按压 一般按压三秒再松开 这样一按一松按压五分钟左右 或者啊使用食指周指无名指三个手指并拢按揉 也是呢按揉五分钟 这两种方法可以交替的用 那中医认为肾藏精 肝肾虚则精血不足 肝肾强健上溶于头 所以肝肾强健头发就更浓密 而腐白学属于足少阳胆精 那按摩它可以疏肝力胆散风通精 所以说经常按摩腐白学可以防治白发 那长了白头发并不可怕 只要找对方法我们就可以防治它 那除了坚持按摩血位 我们还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相信啊很快就会见到效果的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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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到